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处于较高的水平 现在全球经济和燃料市场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会密切留意情况 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况其实是有增无减 来年的燃料价格相信仍会有机会是较波动的 两电说未来五年分别投资529亿和220亿 政府强调经审核他们的发展计划 预计2025到2028年 两电基本电价和通胀率差不多 即是每年加2%到3% 如果燃料价格维持稳定 淨电费每年不加超过2% 与内地合作输入更多的清洁能源 所以政府我们是会控制两电进一步 投资本地的发电 经过严谨的磋商之后 两电的总资本投资额 在未来五年都会较上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为低 他说已经有具体计划 包括中电未来会加强接收大亚湾核电的通道能力 至于能不能够由内地直接供电给北部都汇区 謝展环就说可以考虑 但涉及大型工程过程需时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 有灯式电话电费减幅不高 但至少可以折省少许的成本 有专家就提醒减电费 是受益燃料费下降 但未必可以持续 相隔近七年之后 两电终于同时再减电费 但未回复上年的水平 我本身西纳不高 1000多元电费 当然会佔我一个 佔我一个 我生活的成本都挺高 外国第一个地方更贵 电局更贵 黑镜里 其实香港就很温和 人工和那些工具 揽架 人家有成本 我觉得燃料价格上涨是趋势 预计它明年都会再加回 重新再加回电费 甚至可能比原生减了5% 可能再加回多些 灯式店是其中用电最多的商户 湾仔这家登职店 每个月至少要4万元的电费 以往加电费的时候 曾经财减人手 希望电力公司尽量控制电价 每月减少几千元的话 我想都差很远 如果长远来算 站在我们用户来说 是想它比较长些 灯式店的负责人又说 期望电力公司日后 可以分担部分的燃料费开支 以减轻它们的营运成本 有专家就说 明年能够减电费 很大程度是因为燃料费下降 但国际燃料价格浮动 会令到电费回升 天然气价格是会便宜的 但是这个趋势会不会持续 很难说的 半年之后或者几个月后 如果价格升回 或者有战士 或者整体对 尤其液化天然气的需求 比较大的时候 价格升回 会反映在我们的电费上的 他又说 两电加大投资新发电机组 会增加基本电价的压力 但同时效率提高 电费亦都会相对下降 无线电视机制一鹏荣熙报道 政府又和两电完成中期检讨 未能降低准许回报率 但三方同意在能源危机的时候 由两电拨款 舒缓低收入人士电费 以及针对大型停电事故 引入惩罚机制 不过有议员质疑 惩罚机制只是对冲两电奖励 不算惩罚 政府宣布和两电就管制计划协议中的检讨 达成三方面共识 包括在能源危机 即受地缘政治 天灾 和不可预见的市场波动的时候 由两电拨款舒缓低收入人士电费 启动机制的条件 是中电和港灯的总电费 和同年一月相比 分别增加超过一成和两成 两者有差异 是考虑到他们的发电燃料组合不同 但是都有上限 中电是一亿八千万 而港灯要按他的建议机制计算 去年是五千五百万 而具体每个用户 可以获多少资助就未定 具体舒缓金额和付款机制是怎样呢 戒时电力公司是必须要 咨询政府的意见之后来定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定一个金额呢 因为能源危机的情况 真的很多的变数 而针对大型停电事故 亦都引入懲罚机制 计算方式是将受影响用户数目 乘以供电中断时间 分为两级懲罚 以中电为例 达到一千五百万分钟 要减准许利润回报率百分之零点零一五 三千万分钟就减百分之零点零三 罚款介乎二千万去到四千万 有议员质疑指定时间内 服电友掌商的安排仍然维持阻吓性有限 如果是针对由电力公司自己一手搞出来的停电 现在只是对冲了它的奖励 未去到要罚它 为什么不可以罚它 三方同意提高向公众披露资讯透明度 至于今次没有降低两电百分之八的准许回报率 当局说两电拒绝 政府和市民很多的诉求方面 我当然也希望他们可以去减少 但事实就是我们现在和他们之间的协议 是到2033年的 中间任何的改动都需要双方面的同意 中电说现时收取的电费 已经比起其他城市巨竞争力 港灯就说和政府谈判奸据 已经努力控制电费 无线值记者一流转入不到 线有值的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这次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上升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曾经升接近200点 纳斯大客指数连跌两个交易日之后回稳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5368点升35点 标准抱现500指数报 4548点跌两点 投资者正注视联邦处备局主席鲍威尔 和局内多名官员 今个礼拜的讲话 美股观望气氛浓厚 导致早段窄幅上落 其后走势好转 上后段升185点 注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能源股和公用股表现比较好 其他消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港四日 包括四名航天员 其中辰周14号的指令长陈东说 如果港澳地区的载河专家 进驻中国太空站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相隔六年再有航天员访港 代表团下午抵达机场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宁等迎接 四个航天员包括 陈十四指令长陈东 陈十二刘百明 陈十三黄亚平 陈十五章六 代表团部出接机大堂 百多个小学生在场 很开心 想见到陈东 他在太空实验 使用蔬果和种植物 见到宇航员就已经觉得很开心 为啥呢 因为其实我挺喜欢太空的东西 航天员之后会见传媒 国家近年起首次在港澳地区 选拔航天在河专家 其中多过一个香港人 进入最后定选阶段 陈东说期待港澳在河专家 尽住太空站 空间站是我们祖国在太空的一个家 这个家缺了谁都不行 所以这个空间站也有我们港澳地区的 我们的科学载盒 那由我们港澳地区的自己的载盒专家 去管理维护我们的这种科研设备 这种选拔可以激发我们港澳地区 青少年去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的热情 那么也同时可以带动我们港澳地区的科技发展 陈东先后执行过陈十一和陈十四两次任务 逐流太空期间曾经收到港澳学生来信 当时我就在鬼读了这封信并写了回信 我觉得正是他们的这种爱港情爱澳情爱国情 他们的探索欲好奇心吸引我来到这里 曾经天工受货 隔空和香港学生一起做实验的黄阿萍 也都分享航天原生涯的体会 鲜花和掌声真的是太短暂了 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在迎接无休止的训练 考核和挑战 那么一直激励我前行的是祖国的荣誉 人民的嘱托 是对这份事业的热爱 代表团团长林西强说 正是和其他国家航天机构沟通 相信不久会有外国的太空人 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布 航天员访港期间会出席多项活动 包括航馆举行的大会演 五千张免费门票一天派完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代表团来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 夜晚出席特区政府为他们而设的晚宴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 一众政府官员 立法会议员都有出席 李家超致迟的时候说 代表团访港令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古语说 由鹏自远方来 不依乐乎 今天香港是由鹏自太空来 我们的心情何止乐呀 我们是激动 兴奋和无比的技巧 代表团团长林西强就说 一直感受到港人 以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特区政府向代表团赠送一幅 维港展影艺术品 非常有特别的意义 代表团就回赠上个月底 神舟16号返航之前 拍摄的第一张中国太空站工作照 代表团满宴之后到中环纜车站 黄亚平向市民挥手 他们乘搭纜车专车到山底灵霄角看夜景 逗留大约15分钟之后离开回酒店 代表团在山顶逗留期间 凌霄角大部分商会已经关门 只得几间食事和纪念品店还营业 代表团留港四日的重头戏之一 是出席星期三下午在洪馆举行的 欢迎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大会演 五千张飞免费派发 每个人限拿两张 一个民政资商中心280张飞 不到10分钟就派完 其实也才实施过 其实还蛮可惜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别的地方拿票 中国航天员是这么出色的 难得 代表团同日也都会和中小学生交流 消息说包括曾经有学生写信 给航天员的北角培桥中学 星期四就到科学馆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揭幕 之后到科大和理大 最后一日回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 之后前往澳门访问 今次四名航天员三个人来过香港 其中留8名是第三度访港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元报道 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 通过发展北角东岸公园休息用地 涉及近9亿元拨款 冬局计划5年后打通坚尼地城至沙基湾的海滨 位于北角海滨的东岸公园 鄰近中环和湾仔绕道东端出口 亦都是打通港岛北海滨的一环 政府建议休化公园休息用地 包括在东端出口上盖圆景花园 起海滨长廊和游乐健身设施等等 估计工程造价超过8亿9千万 在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 多个议员关注接驳交通和工程时间 有东区的居民跟我反映 过去的交通不是太便捷 他们很期望在未来的夜宾分 是可以沿着海边一路走过去 当局何时是可以能够 由湾仔一直打通去到沙基湾 港道北就是中西环湾仔 可不可以去到沙基湾、柴湾 究竟有没有一个目标 整个港道北的海岸可以贯通 在湾仔和铜锣湾这边 中间隔了一截 很实际剩下现在炮台山这一截 东岸公园这个位置 我们其实都是有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五年 港道北可以发展的海滨 都可以打通到有13公里 就变成了由坚尼地城到沙基湾 这个海滨 有议员促请当局做好水电等价基本配套 将来你都要预计它可能会有机会 搞一些加电话、虚日 不要好像湾仔那样突然间不够 又要放个发电机在那裡才能够 你既然做的,是不是可以一次过做完呢 今次有没有包括这些设备 或者是电、水的基本配套 现在比较大面积的地方就是草坪的位置 我们已经预留了一些电力的配套 以便将来可以搞一些大型的活动 委员会最后通过有关建议交财委会審议 无线电视机长刘慰尔报导 中方说有日本船隻 非法进入钓鱼岛领海依法距离 中国海警说日本船隻 农场院和几艘巡逻船 星期二非法进入中方的钓鱼岛领海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这些船 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距离 中国海警表明,钓鱼岛和它的附属岛屿 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船艇依法在本国管核海域 展开海上维权执法活动 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那个海域一切维法活动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欢迎收看世界观 荷兰上星期三举行国会众议院选举 极有自由党爆冷成为第一大党 领袖维尔德斯有望败上 他曾经发表野火言论 外界关注右翼势力在多国挥起 对欧盟带来什么影响 标榜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盟的自由党 本来在选前民调避看低一线 现在赢得37席,一约成为荷兰众议院最大党 被传媒称为荷兰特朗普的自由党领袖 带大党要兼负责任,施政以国民为先 维尔德斯正是寻求和其他政党结盟 不过分别获得二十几个席位的 工党和绿色左派联盟 还有看守首相吕特领导的 执政自由民主人民党 都拒绝和自由党筹组联合政府 荷兰在过去十三年来 由绿特执政 他任内应美国要求 对中国采取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 北京当局曾经说有个别国家 将经贸科技政治化和工具化 荷兰政坛进入后绿特时代 极有势力移军突起 可谓震惊欧洲 在荷兰首都亚姆斯特丹和多个城市 有不满维尔德斯的民众示威 担心新政府会向右倾 针对穆斯林和寻求庇护人士 法国极有国民联盟领袖马林立旁 就祝贺自由党胜出荷兰大选 他说欧盟向着错误方向发展 部分国家有移欧派政党崛起 并非偶然 60岁的维尔德斯 早在25年前担任众议员 他曾经将欧盟其次其中一粒星剪走 不支持欧盟接收移民政策 不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维尔德斯更加主张荷兰 就脱离欧盟举行公投 他认为欧盟官僚 货币制度有缺陷 只有脱欧才可以刺激国内经济 2014年 维尔德斯曾经在集委提到 要减少北非摩洛哥移民数目 之后法院裁定他种族歧视罪成 维尔德斯就批评是政治迫害 又说被寻求庇护人士入境 只会影响荷兰的治安 维尔德斯又宣称伊斯兰教 和自由是不相容 他主张禁止出版《可兰经》 关闭清真子 荷兰宪法保障宗教自由 多次发表激进言论的维尔德斯 收过死亡恐吓 不过他曾经说一旦上台 不会推行违宪的施政方案 有研究员认为 法国、瑞典和意大利的极右势力崛起 还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影响力 可见反建制民粹主义席卷多国 研究员又说 荷兰大约八成人支持欧盟 自由党胜出大选 不代表选民都是反伊斯兰、反欧盟 内地有舆论说 若唯尔德斯想成功败上 必须跟其他政党妥协 放弃激进主张 随着右翼势力在欧洲崛起 加上欧洲议会明年迎来选举 欧盟如何应对移民问题 能源危机和欧乎战事 值得深思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 观世界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郑兴年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靠稳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表现反复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5406点升7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4551点升不够1点 投资者正注视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 和局内多名官员 这个礼拜的讲话 美股观望气氛浓厚 走势缺乏方向 导致早段乘幅上落 其后表现好转 上午后段升185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公用股和能源股表现比较好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个别发展 其中法国股市连续第二日下跌 跌至一个星期最低 英国股市也连跌第二日 德国股市就靠稳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5点 法国CAT指数跌15点 德国Dex指数升26点 美国联邦储备局官员 对利率去向意见分歧 联储局理事玉立表示 劳工市场仍然相当紧张 通货膨胀仍然过高 但他越来越有信心 利率在现水平 足以压低通胀到2%目标 假如通胀放缓状况持续几个月 市局方相信通胀确实正处于下降轨道 政策利率就可以开始调低 另一名理事爆慢表示 压低通胀的进程近期表现参致 根据他个人经济预测 联储局仍然需要加息 使货币政策保持足够压抑性 以压低通胀到目标 不过他同时指出 货币政策没有预设漏境 联储局将会继续密切监察 日后经济数据表现 美国消费信心连跌三个月之后回升 美国经济资商会消费信心指数 由去年7月以来最低回升 11月的指数由10月的99.1升至102 高于市场预期的101 美团第三季盈利多过预期 顺利按年比较增长近两倍 增至大约36亿元人民币 较市场预期多大约1亿元人民币 经调整顺利增长6成2 增至57亿元人民币 收入增长2成2 增至大约765亿元人民币 欧选但上半年度纯利按年比较减少近四成半 截至9月底子上半年度 赚3400多万欧元 毛利率下降1.9个百分点 跌至78.3% 不派中期息 销售准压上升1成9 增至10亿7千万欧元 泰文美元的最新汇价 美元兑日元卖出价147.548 英镑1.2689 瑞士法郎0.8781 欧元1.0986 谢谢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再会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希年 房主加强打击滥用公屋单位 今年到头8个月 收回2000个违约单位 当中有租户因为隐瞒 在内地持有物业和商铺 被收回单位 房屋储针对公屋租户 利用单位逃利 包括出租 上年度一共收回2200个违反租约的单位 当中800宗涉及滥用 800宗是欠租 近期加强打击 今年度截至11月 就已经收回2000个相关单位 道高一尺摩高一丈 很多时以往是一些平台 里面有人将公屋单位放租 今时今日的确我们的观察 都是少了一些 但这不代表我没办法捉到你 我们也都和警方 是会有很好的协作 包括可能放射 以及其他的方法去偵查 另外房委会收紧租户申报安排 每两年就要申报一次 是不是持续居住 以及有没有持有物业等等 上个月向第一批 88000个公屋租户派发申报表 就与土地注册处合作 随机查查了25000户家庭 初步发现有59个家庭 有成员持有本地物业 当中4户涉及破产 离婚或者承接遗产等的原因 但不会立即发出签出通知书 会再次处理 其实我们的租户 是已经授权了给我们 就是和不同的政府部门 是可以有一些配对查证的工作 如果我们有怀疑的个案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和水务处 有一些协作 就是去看看用水的情况如何 对于外界关注 如果租户持有境外物业 会怎样查证 罗素佩就说 可以和内地省市政府协作 只要是可爱的 就只是参考银行业 和保险业的做法 罗素佩又透露 早前接获举报说 有公共租户在内地 持有物业和商铺 调查之后 确认资产是高过限额 属于虚步情况 上个月底 已经向租户收回单位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宪不露 本港楼价连跌6个月 跌至超过6年半以来低位 有分析认为 楼市短期仍然面对较大压力 本港楼市持续疲弱 差强物业股价储公布 10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 按月跌2% 按年跌超过8% 指数跌至2017年3月以来最低 所有面积分类的单位 都录得按月跌幅 当中753至1075平方尺的单位 跌幅最大 达到2.3% 其次是430平方尺以下的细单位 跌幅2.2% 综合今年头10个月 楼价内跌近4% 有分析认为 虽然10月底公布的施政报告 为楼市减败 但楼价表现仍然受制于多项不利因素 估计春年上半年楼价仍然面对较大的压力 高息口是其中一个因素 团积了的货美量 新盘去不到货 货美量依然是很多 在市场里面 都会影响买家入市的异欲 和发展性开价 所以预计 11月出来的楼价指数 有机会都会继续向下行 全年来的 我们预计楼价会跌5至6% 主要我们看息口的情况 比如楼价止跌 有机会去到明年年中 有机会去止跌 租金指数方面 10月份升至2019年12月 以来最高 按月升0.3% 年升9个月 按年升4.6% 黄小琪认为高财通 继续对住得租务 带来刚性支持 预计今年租金上升大约8% 无线电视机枣一楼沛音报道 日本多地先后爆发禽流感 港府说已经指示业界 暂停由有关地区 进口禽肉和禽类产品 包括鸡蛋 有业界说 事发定区并非主要的 鸡蛋供应来源 相信影响不大 日本继续做货源之后 慈城远粒监视 也有鸡肠爆发H5禽流感 据报星期日 有450只鸡死亡 场里面7万2千只鸡之后被撲杀 本港食安中心先后指示业界 暂停从这两个元进口禽肉和禽类产品 包括禽类以保障公众健康 经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 今年头三季本港由日本进口 大约1千公吨冷藏禽肉 和大约2亿只的禽类 那暂停进口措施 会不会影响日本的鸡蛋供应呢 日本食品及料理业协会说 日本整体有1亿8千只鸡 可以用来生蛋 加上事发的元并不是本港鸡蛋主要供应来源 相信影响不大 香港入日本的鸡蛋主要都有5至6个省份 就算暂时没有了其中一个省份都好 都还有4至5个较为主力 和大数量的入口缘分是可以维持到供应 所以对香港入口都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他又说每年的11月 去到第二年的3月 是日本爆发禽流感的高风期 希望日本当局及时提供有关资讯 性安中心就说已经就事件联络日本当局 会继续因应当地疫情发展 采取适当的行动 保持验证记者刘俊玉部 一名60岁男子40年前入屋抢劫 并强奸一名13岁女学生之后逃去 警方在案发后25年 用指纹识别系统锁定疑犯身份 到前年折查的时候发现 他并将他拘捕 最终判入獄7年 案发的屯门新发村 现在已经清拆了 1983年1月近中午 当时20岁 任职女窗工人的黄俊泉 在屋邨梯间 美权一个13岁的中一女学生 在他开门入屋的时候 闯入单位 声称有刀 将女童强奸 并且抢走大约100元之后逃去 警方当年检取了疑犯的掌文 但因为身份不明未能破案 女事主之后患上抑鬱 中午绝学之后不断出入青山医院 到1999年更加兴生 中年29岁 警方2008年将指纹比对系统电脑化 识别出案中的掌文 锁定疑犯 但通緝当年都没有下落 最终在2021年8月 警方在荃湾折查王俊泉的时候 揭露他的身份 将他拘捕 案件在高等法院聆讯 年年60岁的被告承认强奸罪 而抢劫罪就获准全党法庭 高等法院特委法官陈正龙说 案件对女事主造成重大创伤 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被告闯入的是私人处所 有使用武力 需要判刑阻害 而被告是有计划抢务 强奸是出于一时冲动 不时作家刑因素 以1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 考虑到被告认罪 之后虽然干犯其他抢劫等的罪行 02年出狱之后改过自身 扣减刑期之后判他监禁7年 警方说40年前 确认疑犯的身份上难度较大 由于当年的科技限制 警方虽然在现场 套取到犯人的掌印 但是校对未能够确认犯人的身份 强奸案受害者离世 罪成的案件一定是少之有少 希望法庭的判决 可以给到受害人 和他的家人一个交代 他又重申 警方会不断善用科技提升调查方法 无线电视记者刘慧宜报道 护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的妻子 布达诺娃怀疑被人落毒 留院治疗 护克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 布达诺娃怀疑被人在食物里面 投放重金属中毒入院 已经完成首个疗程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 布达诺娃体内含有的重金属 在日常生活或者军事行动中都不会使用 又说除了布达诺娃外 另外有几名情报总局官员轻微中毒 情报总局发言人证实 布达诺娃中毒 但没有透露事发时间 如果证实布达诺娃是被蓄意落毒 将会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 针对乌方领导陈家属的最严重事故 他的丈夫布达诺夫 早前曾经被莫斯科法院指控 涉及恐怖主义罪行 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在北京开幕 五百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由驻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 表示中方愿与各国建立更紧密的供应链联系 反对任何形式的脱勾断链 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大背景下 各方都在努力寻找强劲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巩固和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 使各方的利益熟悉和拓切期待 博览会设有智能汽车、绿色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科技、健康生活五大展区 来自五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间中外企业参展 这间医疗用品企业由香港人担任高层 由上游的新疆棉花、湖北以及深圳的厂房 以至手术衣、口罩的销售、整条供应链都在中国生产 由棉花去到生产对到前线的消费者都已经包含到 我们希望向全世界一带一路的所有的嘉宾 都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品牌和中国制造会 也有多种先进光伏、动力装置、生物技术、智能工业装备是首次展出 包括有航空工业公司展示新型号的无人驾驶特种车 透过遥距驾驶平台可以从北京实时监测 以及操控江苏原区里面的车辆 香港制厂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制厂 这些年很高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下个月带到香港制厂进行推广 我们同时还正在研发我们的全自动扶梯的旅客客提车 可能应该是在今年的年底会进行亮相 香港这边我们希望是在新能源的特种设备的领域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 联播会是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展览最后两天会开放给社会公众免费参观 无视电视主北京记者陈述康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